棉纤维的性能,棉纤维呢,它是属于单细胞纤维,素纤维,一个细胞就是一根纤维,棉纤维的主要成分是棉维素,此外呢,还有脂肪,糖类,灰粪和一些水溶性的物质,棉布里料具有棉纤维的一切特性,强度棉布里料的强度主要取决于棉纤维的长度, 棉曲素和纤维长度越长,棉曲素也就越大,强力相对大一些,支撑的成品煎熬度就好,耐磨度也好,棉布里料的强度比人造纤维里料好,但是比其他的纤维会差一点,弹性棉纤维呢,它的弹性比较差,所以棉布里料容易折重, 然后,吸湿性棉纤维呢,是多孔性性物质,分子中含有大层清水结构,所以它的吸湿性比较好,透气性也比较好,用它制成的里料很柔软也很舒适,保暖性棉纤维呢,是不良导体,棉纤维的内腔充满了不流动的空气,因此棉布里料的保暖性比较好,不用性能也比较优良。